- 岛军说企业经营,根本上就是解决三个问题,增收,剔效,降班,效率。 - 在新技术驱动转型变革的当下,价值尤为凸显,正和岛企业服务联盟一家计划优选企业,以快报创世人间CEO马春全直言,电子报销和废控在业务段为企业解决的问题,就是围绕效率和成本,本来将从报销的本质出发。 为您详细的讲解,为什么电子化报销,是解决企业效率和成本的核心,作者,马春全图片,视觉中国来源,一选型服务号,IDYIXUANXING001,2016年三大运营商全面推行电子发票,2017年成功高速公路全面推行电子发票。 但2020年,将建成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税收征管体制,随着国税总局的电子发票的全面推进,以及头部剧头诸如阿里,京东的响应助推,企业电子化变革首当其冲。 试问,没有电子化,何来大数据,没有大数据何来企业的高效运营? 陈春花,正在发生的八个环境剧变中作者提到,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一切都在数据化,我们看到间谍过去砸了好几次东西, 就是把过去所有的经验和依赖的东西砸掉,转向云和数据的组合,一切都正在转换类数据。 对于企业信息化前沿的财务部来说,电子化报销是第一步,但报销并不是的目的。 本质在,废口,电子化报销的不可逆去试点,此化报销是只把数据全部数字化,电子化,结构化,因为报销作为企业财务核酸的一部分,它需要进行数据解剖,电子化存档记录,全程的电子追踪,这个时候就不仅仅需要移动化,还要数字化,过地化。 另一方面,中国电子发票的推广及普及逐渐深入人们的生活,一旦发票电子化,后面所有的东西都会电子化,当电子发票来袭,人们很难手工应对处理。 抢两天区块链电子发票概念疯传朋友圈,区块链的电子发票如何辨识真伪,肉眼可以吗?不可以,甚至没有显示的部分,只可能通过数字化的设备去识别,保存,记录,查询。 这个就是基础的交易媒介发生了变化,所以对于后面的整个流通环节,即保销的工具平台就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可能拿一个纸的东西去贴一个区块链的,所以会呼唤电子化包销平台。 发票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凭证,有可能是招待费,团建费或者培训费,那么这在核算口径和税务管控上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招待费,就会受到管控,如果是福利类,就是另一种规则,但具体怎么核算,员工并不理解,如何把财务和消费偶合在一起,让业务人员读懂,就是电子报销平台起到的链接和枢纽作用。 这个时候费口就脱离了原来财务记账和核算的维度,指向业务的动向,业务的推进和业务的支持,电子报销的重点是什么,是将外部的数字化,细细连接,比如CRM系统,订单管理系统,业务系统,电子发票系统,再比如各种消费平台,DD,同城,协城等,都可以快速连接上,杜绝数据孤岛, 企业不该花的钱省掉,并合理规划电子报销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费控,费控和预算是两回事,费控是有一套标准,比如住酒店,一线城市多少钱,二线城市多少钱,把行为规则设立下来,再往下深入就是预算,预算是对未发生的一些物经营行为, 有预计的成本和费务支出,费控叫CaseBaseR预算则是成本中心为主,做项目核算,真正的费控就是围绕着效率和成本,为企业解决一无问题。 我们一个客户,绿地广东事业部,今年一月底前月二月上线,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就取消了二十个统计核算的岗位,因为他们的人员比较多,所以要分布式的统计核算,一旦把这个事情再分布到每一个经办人手里,中间都核算人员就不需要了,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个分布式的报销计算器,直接导入数据,再进行流转报销,中间这个环节就取消了,我们另外一家客户,云海瑶,他们一百七十多个门店,大核算会计只有一个,这些都是效率的显著提升。 我们还成功实现了与每日优先便利购采购系统的对接,完成采购流程后可自动在一块包系统来生成采购付款大并完成最终付款,避免了采购与付款流程的隔断,这是第一个层次,帮助企业紧融和增效。 第二个层次,是国家和社会层业,电子发票是国税总局在推动,还包括腾讯,阿里,京东等巨头,也在加速其快速落地,所以整个大环境,会助推企业效率的提升。 正和党副总裁,约致CEO王坤鹏,所对话一块包创世人间CEO马春全马春全,到消费控引领品牌,一块包创世人间CEO,2016年度费控软件年度人物,被大软件工程硕士,曾任上市公司拥有客户服务事业部总经理,率先提出于服务理念,推动了拥有的互联网转型,是拥有集团最年轻, 那也是第一位服务专家,在国内企业管理变革和企业转型领域,只有丰富是战经验,第三个层次,又回到解决方案上来,企业不仅仅要通过费控系统把效率提升上来,更重要的是把企业透明化提升上来,不该花的钱省掉,同时规划花费,企业的预算已经不是一年一变,或者是原来三年一变了, 现在变成半年一变,甚至三个月一变,每个业务单元,成本中心,利润中心都面临巨大的挑战和转型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好预算的改变,凭什么改,靠什么改,以收定支,一项业务也许今天会蓬勃发展,明天就会萎缩。 所以,企业需要的是要能够敏捷的调整,时时洞察,时时下发预算,时时控制预算,企业一天到晚都在变,而且变得越来越快。 所以在敏捷,这部分来看,电子报销系统的整个单据,结构化数据全都可以自定义,它有非常多的场景,企业可以根据需求去变化。 据个例子,我们把三支松鼠构建,了覆盖全国门店的运营管控平台,在之前三支松鼠的线下门店每笔备用票据都需要快递审批,效率很低还要支出高昂的快递费。 我们的预算费控系统使各门店的支出进度实施可控,报销时可直接冲销借款,并实施了解备用金使用情况,备用金一月一清,翘距每月集中邮寄即可。 而各区域主管,公司领导,也可随时随地查看各门店的收支详情,他们的财务章时间节省了90%,帮助包装制造业技艺公司和金铁ERP打通节省时间。 降低支出,几个规范销关科技的CFO用25张报销单做确流程测试,人工处理的方式是205分钟,用我们是48分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对企业来说,使用这种电子化、数字化的报销方式,至少可以节约人工75%的报销时间。 如果只是把过去的手工作业方式搬到线上,是永远不会减省的,35%这个比例是贯穿全程的费控,费控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差率。 业内叫企业可控的第二大支出,第一大支出是工资。 比如你出差要从北京到上海,早上7点,9点和11点的价格差距是非常大的。 这样简单的事情,企业之前是无法管控的。 首先拿行程单,报销时已,经已两周甚至一个月过去了,费用也早已花出去了。 其次,为什么买的是九折票,而不是七折? 这些不可能控制住。 那么全程费控,就是事前申请的时候规划预算,提前预定,订购时前后两个小时行吧。 如果有更低的价格会提示,提示会选择理由,这也是未来可审计的。 能不能提高企业100%的报销规划,过去的手工报销完全是人为控制的,所以报销不可控。 而IT流程能够束缚住不合规的人为手脚,让大家有路可依。 前面提高的每日优先便利购,通过一块报移动端的在线审批,可快速完成的功付款。 如果需要紧急对功付款,可以快速定位设计节点并有效沟通,单只可联查,资金可追溯,推进项目进程。 IT规范的就像马路上华一条线,行人靠右走,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红绿灯,可以控制你过马路。 第三点,装摄像头,可以动气你是否越近。 第四点是导航仪,又摄像头,雷达,会把行为合规。 这叫做思维一体,是把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信息打通。 被监管者会了解到监管者可以看到我,知道监管的规则。 然后按规则办事,而管理层,就会知道投放到哪里的资源,资金是更有效率的。 所以更进一步来看费控不仅仅省钱,费控更是投资。 中国人口红绿竹不走衰退,给到每个人的成本就上升了。 人的成本上升使得IT,机器设备取而代之成为必然。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管理思想的变革,原来是野蛮生长,各有各的高招。 而现在的管理理念,基本价值观开始去同,基本价值观去同的时候,特别是要用IT系统把效率集约化,为企业省钱,帮员工省力是一块报核心价值观。 任何导义选行联合一块报送出独家福利,仅限是微名额,点击下帮阅读员文即可申请。 一,免费诊断企业报消费控问题,高级顾问上门一对一服务,市场售价3000元二,国内六位顶尖财务大咖,在现金品课程售价266元三,购买一块报送,职工能想5000元优惠,固定省必留费用控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